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各位同学好 我被提醒了一下 因为在湾区有些朋友送我月饼 我才突然意识到 好像中秋节快到了 对不对 我不知道中秋节是今天 明天 昨天 反正我现在在这里 山中无甲子 寒静不知年 不过过年过节总是有一些情绪 就让我想到了王维的诗 叫做《九月九日一山东兄弟》 唉 独在一厢为一刻 每逢佳节被思亲 姚之兄弟登高处 骗插诸欲少亿人哪 很多感慨 不过我有很多弟兄姐妹们 都现在在看我的节目嘛 那亲人是都 对啊 看到 浩月当空 就让我想到了苏氏的水雕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穷漏欲语 高处不生寒 七五弄清瘾 何自在人间 转诸阁地其户赵无眠 不应有恨何时常向别时远 仍有悲欢离合 遇有殷勤延缺 此事古南泉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禅娟 祝大家千里共禅娟 禅娟就是美好的意思 祝大家天天都美好 而且各位看到 宇宙真心学院的同学们 每天收看 但正经关不了 你的每一天都会更美好 来大家加一彼此互相祝福 中秋节快乐 啊很多人问我说 哎呀彭P啊 每次到了过年过节 就在问说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也不知道 嗯 齐琴的大约在冬季啊 我已经这个唱过了嘛 现在呢 我就想起了 陈兰丽的葡萄成熟石 如果你没听过葡萄成熟石 那我们两个之间真的有祖孙代的代沟了 哎 有听过葡萄成熟石的请加一 没听过的请加二 没听过的呢 那咱们的代沟就不是普通生了 哦 哎最近在那个金玉主持节目 今天遇见你 访问了陈兰丽 那个时候呢 陈兰丽在就是访问的时候 她的先生也是以前的 这个潇洒的小生叫杨阳 啊 她呢就在外头 在这个摄影棚外头跟我聊了快要 两个小时吧 呃 我记得我们聊了很多啊 杨阳本身是文化大学的 呃 理工科系毕业的 那后来就 又长得帅嘛 就去演戏 那在那个当时这个陈兰丽是唱了这个葡萄成熟石一炮而红 他们两个很快很早就结婚 然后陈兰丽一结婚呢 在那个事业的高峰啊 抵抗了所有的这一些金钱的名利的诱惑 就洗手做坑汤 嫁做人妇 一路他们的婚姻呢 非常非常的值得大家作为模范 那一路上来 当然人生的过程一定很多起起伏伏 不过陈兰丽呢 后来就决定要当牧师 要传福音 那杨阳跟陈兰丽也跟我讲了很多他们的故事啊 那杨阳大哥跟我聊了快要两个小时哦 我们在那个外头一直聊 他给我的很多的鼓励 给我很多的勉励 他肯定就是宇宙政经学院的同学 定时收看政经关不了 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打气 然后在圣经当中的一些预表启示 让我那天真的是收获良多 那陈兰丽从这个摄影棚出来之后 我第一句话就跟我说 哎你怎么刚刚录影的时候不唱歌 她说哎 我现在都不唱歌了 我不想唱歌 唱歌没啥意思 她说我现在呢 想到就是怎么传福音啊 好 那在这个今天遇见你当中播出啊 各位可以去搜寻今天遇见你 哦这一集上下集 有非常多的人看哦 那个点月数大概又破了记录 好讲到这个葡萄成熟时 很多人问我说 彭P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将满怀希望寄托于未来 短暂的笑容愉快的等待 金色的阳光 要我把头胎 温馨的和风替我把路开 轻轻啊轻轻 轻轻啊轻轻 别厚多珍重 葡萄成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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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的还可以的请加一 绝对我不要丢人鲜艳啦 请加二 好 中秋节嘛 让大家开开心嘛 我保证我是全世界最乐观 然后最高调 最爱耍宝的通气犯 绝对之一 不是之一 是唯一 对不对 不然你跟我讲 在你张开眼睛 长眼睛以来 你看过哪一个通气犯 每天这样嘻嘻哈哈 又唱歌又跳舞 又种柿子 又养狗 又帮狗洗澡 然后每天直播 可是台北地方反正说 他找不到我耶 他说我居无定所 所以要通气我 我真的是觉得 拜托一下 你们这些国安单位 你们要收看一下 政经关不了 我保证你收看三天以后 你就会被我招降纳判 成为宇宙政经学院的一员 还固定斗内 除非你没有良心 好 今天啊 我要跟大家来 谈一谈什么呢 今天轻松轻松嘛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 政治会计学 你有听过政治会计学吗 就像 我从来没听过国际经济学 但是 我们蔡同学 说她是国际经济法 国际经济法 她说她是国际经济法的专家 就没有这玩意儿嘛 经济是一种理论啊 所以她不会变成法律 各位懂吗 贸易是一种实物 所以她会有法律 因为法律是来规范 一种实际上 人会发生的事情嘛 法律不会去规范 比方说相对论 你说相对论法 不会不会 可是呢 科技就会有法 比方说科技的反托拉斯啦 然后科技的什么相关的法律 对不对 专利啊 但是国际经济法 没关系蔡同学 好 那我今天独创的呢 什么叫做政治会计学 我要跟大家讲 这是我独创的哈 我在念硕士的时候 在Universal Wisconsin Madison的时候 我去修了一堂 那个叫Corporation Finance 叫做公司会计 因为我觉得 我要来学学怎么理财 哦 哦 不对不对 我学的是Corporation Finance 是公司经济财务 我又另外修了一堂 会计 那会计叫做 Intermediate Accounting 就是中级会计学 我以前没修过会计 但是我又觉得学初级很 没意思嘛 我都缴了学费来这里念书 还念那个最简单的 所以我就一跳就给他跳 终极会计学 哦 修了这个课才知道说 我根本什么都不懂 他讲什么我都不懂 而且好无聊 呃 我这么说哈 我真的佩服念会计的人 因为 难怪啊 人家在美国说 会计是叫Beam Counter 这属豆子的人 呃 我不是说会计这个学问 不是学问 而是说对我而言 我这种不喜欢很琐碎的东西 虽然我数字很精 但是我很不喜欢所所碎碎的东西 这边两毛两毛三移到右边 一块三毛五移到左边 要是我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两毛三一块三毛五不要不要不要吧 可是不行 会计不能这样干 所以呢 我就那堂课修得很痛苦 我跟大家坦白说 我也没有考古题 我不知道老师怎么考 就我笨到什么地步呢 我不知道会计要怎么考 因为我在台湾没修过 在美国也没修过 就我把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 还有那个现金流量表哈 这三个东西 balance sheet 然后income statement 他们跟这个 我把他全部干嘛 你知道我把他全部背起来 我真的没骗你 我把那个表格上的每一个item背起来 我以为会考这个 结果我花 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去管他那里面的东西 怎么放怎么算 我想说老师会不会说 来请画一张资产负债表 然后这个公司有多少钱 请做一张资产负债表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在台湾上课的时候 老师一天到晚叫我背 对不对 我不是跟大家分享过 我在我修大一普化的时候 老师竟然叫我 叫我们全班同学背周期表 全部而且背到原子量小数第二位 我觉得全班同学都作弊 我猜了 我更不想背 我也不想作弊 所以我化学被当了 每一个元素背到小数点第二位原子量 你觉得有没有脑袋有问题 你说周期表我没意见 李皮彭炭蛋养佛乃 纳美铝锡林刘绿雅 指的是李娜甲如色法 皮美盖斯贝雷 彭铝加音陀 碳系者席千 淡铃身体壁 养流西涕铺 汉乃雅客山东 福禄秀典儿 你背这个我没有太大的意见 可是你叫我背 每一个元素的原子量到小数点第二位 你不觉得我有神经病吗 当时我就只有一个决定 要么戴小超 要么被当 那我坦白说我不是道德高尚 我不是没做过弊 我一天到晚在那个 这就不说了 大学的时候都同学帮忙 可是我真的连做弊都懒得做弊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无聊到了极点 老师的名字我还记得 但不好意思讲 结果全班 我听到的人他们说他们都背了 他们都写了 我不知道是真的背还是抄 反正我就是被当了 好那不管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们会不会跟台湾一样 就是叫你把那个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 把每一个项目都背下来 那个表格背下来 就花了很大时间在背那个 结果 结果我花 我花错重点 画错重点 所以那一颗我拿了一个B 拿B代表什么 对研究生来讲是不及格 因为研究生是AB才及格 我那学期真的是一个头三个大 意思就是说我要去拿一颗A 才能补这个会计的B 从那个以后 我再也不要碰会计 我觉得Sarunada 我就是旧金山当游民 我也不要当学会计 我也不要做会计这一行 好但今天为什么要教大家政治会计学 因为我要帮柯文哲家的账 好好的算一算 我要算个清楚 然后告诉大家说他贪污多少钱 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因为我一直想要做一个让人怀念的天上的星星 就是我觉得明星就永远让人怀念就好了嘛 最漂亮的时候就让人家怀念嘛 我唱歌也不可能有年轻的时候唱的好啊 对不对 那我干嘛要出来让人家看呢 中秋节除了吃柚子 还有多种水果礼盒可以选购 特别严选了各种进口水果组合 例如来自香脆甜爽的纽西兰 爱飞苹果搭配香甜的葡萄 特价只要999元 或者是来自加州的血蜜桃加葡萄组 也只要1099元 无论是送礼还是自用 都非常实用 现在满2000免印费 详情请上1450个欧王 中秋节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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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秋节详情 通过我们的融体 中秋节详情 中秋节详情 多好 传递 出 Spike ras Ba � text вз连 blank 我獨創的政治會計學 嘿嘿 什麼叫政治會計學 英文應該叫做 political accounting 我保證你全美國找不到這堂課 我是第一個開這堂課的 什麼意思呢 今天我要來幫柯文哲算一算賬 算一算他到底貪污多少錢 好 各位同學 不要讚我 我跟你說 我對於柯文哲的這件事情 我沒有任何立場 我只是用研究方法在看 檢方說的合不合理 柯文哲或者是陳佩琪說的合不合理 黃珊珊說的合不合理 然後媒體照三餐罵他罵的合不合理 我只是在查這件事情 我手上的資料有限 我只能說從他們嘴巴裡面講出來的話 合理性高不高 這是我能做的 就像我最近連續訪了好幾個 都是挺共和黨的人 有人就罵我說你怎麼搞的 對不對 你又是不訪民主黨的 我不是不訪 是沒有 我周邊沒有一個民主黨的朋友說 喔 來我要上你節目 如果有的話挺推薦的 我們意見啊 只要他有一定代表性 然後他有一些想法 一些看法的 歡迎支持民主黨的朋友來上我的節目 那對我個人我也很坦白嘛 我說我呢 對共和黨民主黨我覺得他們的政策各有優戀 對不對 坦白講搞不好民主黨當選 對台灣會比較有利 但是 話講回來 我實在不能接受民主黨的某些底線 我最不能接受是我很怕我兒子 我的兒子變成女兒 我的孫女變成孫子 那有一些民主黨執政的州 你像這個民主黨的副總統候選人 他就明白他在他的州裡面推這種 自以為是進步價值的退步價值 搞得讓我覺得把人類最基本的道德 或者是認知的底線給摧毀 這是我不能接受的 不過 對我沒差啦 反正我呢 只關心巴布亞紐吉內亞 在巴布亞紐吉內亞的食人族 沒有這個性別的問題啊 只有好吃不好吃的問題 所以我講民主黨共和黨 你們就聽一聽吧 別再讚我了 好吧 那另外呢 有關於柯文哲到底有沒有貪污 你們也不要讚我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檢調一天一放話 凝嘴一天這個也連續劇不斷上演 到底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從他們嘴巴裡面講出來的話 而且是再三強調的事情 我們來算一算 看看政治會計學有沒有他的道理 首先我們聽說柯文哲呢 家裡面有一大堆現金 陳佩奇拿去ATM存款 這件事情我們來做做政治會計學啊 我們來看看這則新聞 這則新聞大通小異什麼東森啊 瘋傳媒反正引用來引用去我不知道是誰的獨家 那我們看這則新聞啊 這個是9月11號就是也是這兩天的發生的事情 柯文哲的妻子陳佩奇被鏡周刊爆料 首先鏡周刊是什麼就是民進黨的機關報 也是法院的機關報 所有司法跟民進黨有利的新聞呢 都從這裡報出來的 當然金周刊也做了不少還不錯的報導 就是踢爆了法院的一些狀況啊 一些貪賬枉法的人 可是有時候我在懷疑哈 他只是因為法院內部啊 這些檢調法院內部有派系也有鬥爭啊 那大家都貪污大家都亂搞 可是為什麼這一派被丟出來 就好像民進黨裡面 哎比鄭文燦吃的兇的人還多得很 那為什麼是鄭文燦因為派系不合 好所以金周刊爆得料有的還不錯 可是他背後呢都有他的政治動機 好金周刊爆料什麼呢 說陳佩奇到ATM存款超過60次 啊陳佩奇就出來解釋說沒有我是10年後來也被打臉 好接下來我要問兩件事情 第一個陳佩奇說的話可不可靠 他為什麼要隱瞞 第三為什麼要去ATM存款 我跟大家坦白說我這一生都沒有到過ATM去存過款 在台灣也沒有在美國也沒有 因為我很怕把錢塞到機器裡面去 啊機器突然不認帳 我就在那邊要哭啊對不對 我身上沒有很多錢嗎 我如果很多錢我可以塞塞看 我不曉得我是那種阿伯的想法 我實在不太習慣把錢塞進提款機 我從提款機提錢出來我很高興 可是叫我把錢塞進提款機 萬一他吃了以後沒有反應 那我不是忽天天不應忽地地不靈嗎 所以我這一生沒有從提款機存過任何的錢 所以我就很奇怪為什麼有一個人會從提款機去存錢 我要不要告訴大家為什麼 來我用我的研究方法判斷陳佩奇的動機 這個錢呢一定是見不得人的錢 欸小草不要出征我 我等一下再解釋一下什麼叫見不得人 見不得人有很多種 第一個是法律上見不得人 第二個是不知道該怎麼跟人家解釋這個錢的來源 所以這也叫做見不得人的錢 我說句實在話 今天我如果去銀行 零了個幾百萬的現金 然後用現金存進銀行 你說我能不能騎吃 我一定說不出來 別人一定覺得你很奇怪 對不對 你賣房子別人錢會給你 你要做生意別人錢會給你 那別人如果要給你什麼生日禮物 那也小小的一筆 很大一筆你要怎麼解釋 待會我告訴大家陳佩奇怎麼解釋 而且陳佩奇可不可能是這樣做的 再來 會了60次 如果這是真的 那就讓我合理了 如果他是一次會個600萬 我覺得這個問題比較大 分60次大概我可以猜得出來 這筆錢是什麼用途 待會跟大家講 金額超過619萬 619萬多不多呢 對我們這種小市民來講很多 但是對他們這種大人物來講真的不多 你想想看陳明文在高鐵上300萬不要了 放在皮箱裡面不要了 各位去看那則新聞 那則新聞爆了一個料 說在同一節車廂還有一個檢查長 各位想想看 這個週刊的記者怎麼會知道這個列車裡面還有一個 這個地檢署的檢查長呢 可見什麼 可見這個週刊記者不是親自採訪到這則新聞 而且坐高鐵不是坐飛機 誰知道誰是誰 對不對 飛機你要實名制高鐵不用嘛 所以呢 這個背後這300萬是幹什麼的 一定有人知道 好 那麼 不查 不查為什麼 黨政 顏色隊派系隊 所以不查 那我們來看看柯文哲這件事情 我們再往下看 那麼 他說時間點很巧合 都在柯文哲偉金華城的關鍵十點點之後去存款 唉 我在節目中再三的說 要因果關係需要具備三個條件 這是我研究方法中很重要的考題啊 老師有在講你們根本沒有在聽啊 因果關係要三個重要的條件 缺一不可 所以這三個都叫做必要條件啊 不能說我只有兩個第三個沒有 不行 第一個因要在果的時間之前 也就是說呢 原因要先結果在後 結果叫做貪污好了 結果叫存錢 那原因一定要在結果的前頭 這看起來好像沒有問題 第二個呢 就是 原因跟結果之間要高度的相關 什麼意思呢 這兩者之間要有 high correlation 在統計上面呢 就是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叫做相關係數 相關係數呢 是從負一到正一 那負一就是負相關 絕對負相關 正一就絕對正相關 那 那通常correlation在0.3 0.4就很高了 好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件事情有沒有相關聯性 那我們就要看看囉 就是什麼東西讓柯文哲收到錢 然後陳佩奇在這個之後 去存了一筆錢 好 第三件事情就是 這兩件事情的關聯性 不能夠被第三個因素所解釋 這是因果關係最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在節目中講過很多遍了 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人呢 他發現說 奇怪 有越多人呢 去海灘 我家門口的螞蟻就會都跑出來 因為我家在海灘的必經之路 結果有很多人經過這個我家的時候 可能是地上震動吧 所以螞蟻就跑出來 錯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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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第三個因素 影響了這兩個因素 讓這兩個因素出現了假性的正相關 為什麼 因為天氣很熱 所以很多人去弄潮 就跑去游泳經過我家 所以車輛落意不絕的往海灘開去 所以在我家門口 車水馬龍 因為天氣很熱 所以螞蟻都跑出來 所以你不小心就認為說 噢很多人呢 經過我家跑去海邊游泳 所以螞蟻呢就跑出來 這個是最常碰到的因果關係的謬誤 我們繼續往下看 他說 陳佩奇的對這筆錢的說法一遍再遍 先說是課文的稿費 又說是小孩的押稅錢 後來要說說媽媽的這個 卡帽子戶口裡面的錢 留給他的這個遺產 還有呢 他把這個錢存入了三個子女的賬戶 他說 這些動作都有可能讓陳佩奇 被列為洗錢被告 好 那麼 後來就很多人講了一大堆 這個那個這個那個 好可以 現在好 我來看看這筆錢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覺得先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呢 媒體這麼說 他說啊 2020年3月10號 柯文哲跟應小薇 在便當會中討論到融機率 是不是要增加到580% 而陳佩奇就在這一個月當中 就存了157萬3千元 我說真的齁 一個台北市長 如果像節目當中說的圖利金華城 到了800多億的話 800多百分點是200億 有人說400億 不知道因為這是為實現利益 你要怎麼說都可以 對不對 好那我們不用講 起碼我們算個不要多啦 100億就好了啦 你覺得100億在江湖上 如果我幫你賺了100億 我寫這樣挑多少 10%嘛 台灣的軍售不是10%嗎 對不對 以前我們有一個駐美財購團團長 他在美國人的錯號叫 Mr.10% 我覺得他可能有點冤枉 因為10%不是他自己拿 可能是幫很多人拿 所以他出來叫Mr.10% 今天如果我有辦法讓 這個生意人賺了100億 我作為台北市長 我貪污 來來來 10億拿來 你覺得 你覺得柯文哲跟 沈慶晶開口要10億 沈慶晶會不給他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沈慶晶要交付10億給柯文哲 會經過印小微嗎 不會嘛 一定不會的嘛 甚至我告訴你 80%的先生 大概連老婆都不會講 對不對 為什麼 我如果真的貪污 我不會跟我老婆講 丟臉啊 我怎麼會讓我老婆瞧不起我呢 對不對 我寧可 你就直接把錢匯給我 用什麼方法 我不知道 我不會叫陳佩琪去收這筆錢 誒 我怕我老婆瞧不起我 你說會不會 會啊 更何況他說把這個錢 存到三個子女的賬戶 天啊 爸爸貪污 把貪污的錢給小孩 你不怕小孩笑你 瞧不起你 甚至踢爆你嗎 這不覺得 這跟人情之常有點不太一樣嗎 但是這不是代表說我相信柯文哲沒有貪污喔 我們再往下看 好 那麼 就在這一個月 陳佩琪存了一百五十七萬三千元 我要告訴你 一百五十七萬不是柯文哲的行情 時間點有什麼問題呢 2020年3月10號 柯文哲跟應小薇在開會當中談到容積率增加 所以在這個接下來的一個月 陳佩琪就存了一百五十七萬 這個有沒有一個像是那個 我家門口呢 有很多的車子經過跑到海邊去弄潮 所以我家的螞蟻就通通跑出來的那個味道在 那天氣熱這個因素是什麼呢 來了我看到一個因素哈 2020年3月份在幹嘛呢 2020年呢 前後兩三個月是台灣的總統立委選舉 那你說總統立委選舉有什麼關係 欸 1月10號是總統立委的開票日 那今天如果有很多人要給民眾黨掛呼一些選舉的一些收費 雖然他們這個區域立委什麼 你說好吧 就算全軍覆沒 你知道很多人捐給政黨 是捐給黨主席喔 直接給黨主席喔 為什麼不拿給別人 怕被誤掉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做人情要做給頭頭嘛 對不對 我做給黃珊珊幹什麼 我做給黃國昌幹什麼 到頭來搞不好 他們就是就黑掉了以後就沒了嘛 所以通常都是直接交給主席 或者交給他太太 這是一般政治獻金給的方法 大額的交給市長 小額的交給夫人 我這樣講呢 你們如果覺得不相信 你們可以去問一問選過的人 所以 這個時間 有另外一個因素就是 大選前後 你看1月10號開票 那 陳佩琪有沒有可能是 很多人給了他一些政治獻金 他不敢先存嗎 因為不知道用不用得到 後來發現選完了 一段時間 沒事 哇我身上一大堆現金 我跑去 不好意思到銀行去 到銀行去 怎麼解釋啊 趕快拿去ATM一筆一筆存 我想啊 這是一種可能性 但是 陳佩琪 你為什麼要說謊 你講的那一大堆我都覺得不對 什麼演講費稿費 你演講費沒那麼多 什麼卡伯伊吉 什麼有的沒的 我覺得你在說謊 那個時間明明白白 我猜就是你家 三十萬五十萬一百萬的這種 小額的政治獻金 很多人走夫人路線交給你 那通常這種三十萬五十萬的都不是有所求的啦 都是親朋好友啦 有些可能是你照顧過的病人啦 有些是認同民眾黨的理念的啦 這種齁 三十萬五十萬二十萬三萬五萬 累積一次的選舉 我告訴各位 不要說六百一十九萬啦 你旺一點的政黨齁 三五千萬都有可能 我講的是小額喔 真正有對價關係的 都是一來一去的啦 不會是這種錢 來 政治會計學還沒完 馬上回來 中秋節除了吃柚子 還有多種水果禮盒可以選購 特別嚴選了各種進口水果組合 例如來自香脆甜爽的紐西蘭 愛妃蘋果搭配香甜的葡萄 特價只要九百九十九元 或者是來自加州的血蜜桃加葡萄組 也只要一千零九十九元 無論是送禮還是自用 都非常實用 現在滿兩千免印費 詳情請上一四五零購網 中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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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ż gy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 也许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不能用 很难讲 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 但是 我从过往的新闻中找到了一条线索 证明如果咱们用同样的方法 那蔡英文现在立刻收押 什么意思呢 来 我们来看看这则新闻做个有记忆的人 2016年 2016年的6月3号1209期 1209期的新新闻 有一则新闻标题是 小英政治现金案送钱管道曝光 好 我们来逐字逐字的念 这是八年前的新闻 大家回去想想看做个有记忆的人 这个八年前是什么呢 是蔡英文第一次当选总统 前前后后发生的事 如果她没当选总统 是不是有可能就被清算 就变成另外一个柯文哲 就关到现在 那现在呢 也不会有一个中华民国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通稀犯 有这个每天做节目 跟大家高贵 对不对 命运好好玩 人生很难讲 2016年的这个6月3号的1209期新新闻 我要逐字念给大家 免得你说我胡说八道 林锡山 就那时候立法院的秘书长 林锡山选钱送2000万给蔡英文 被蔡退回 消息曝光让蔡获得选民掌声 然而根据本报资料 虽然小英退回拒收 但先收再退 与民进党回应的直接拒收 有一定的差距 而这笔钱进入蔡家的管道 也因此曝光 各位 什么叫做契约会选 契约会选就是没收到也算 只要说了就算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契约会落也是一样 为什么徐永明一百万 时代力量钱没有收到 他一样被判七年四个月 因为法院就是用这个来说 你跟别人交换 这叫契约 对不对 那蔡英文收了再退 不是跟郑文灿一模一样吗 这不是收了再退 那收了再退 是不是因为中间发生事情害怕了 赶快退还呢 这不得而知 但是这个法律执法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我说蔡英文命好 为什么 因为2016年她当选了 当选了没事 没当选的 有事 柯文哲有事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如果蔡英文 在2016年光一笔单一的一笔政治现金 2000万 现金都没事 那为什么柯文哲连续经过两次大选 有619万的钱存到ATM会有事呢 当然我个人认为这两个都应该有事 可是为什么差那么多 那我们再回头看一看 哎 这个行情差太多了吧 蔡英文一次一笔就拿了2000万 c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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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三遍 2000万的cash 现金啦 现金啦 好吗 嘿 所以 这笔钱一次单笔一个人就2000万了 那柯文哲搞了半天搞了两次选举 弄了半天才619万 你有没有觉得太逊了 我们再往下看 今年的5月2号就是2016年的5月2号 前立法院长林锡山涉贪遭诉同一天 媒体爆出她在总统大选前 政治现金2000万给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消息 民进党回应说蔡英文直接退回 获得了喝彩 不过本刊就是新新闻日前取得的资料 发现林锡山居然是走后门 透过亲信陈亮银 将拒款送往小英前任幕僚 张祥慧的住处 利用这条特殊管道由张母协助运送到小英家 再由蔡大嫂收件 虽然小英退款拒收 但被爆出先收再退 这与民进党回应的直接拒收有一定的落差 虽然蔡英文因为检方签结而全身而退 但过程的千丝万缕恐怕仍然没有清楚呈现 好了告诉各位这怎么回事啊 就是林锡山呢 把这笔钱呢透过了他的助理送给了蔡英文的闺蜜 蔡英文的女朋友了 大家都知道了张祥慧了 啊 那么张祥慧呢 拿到这笔钱呢 就送给了蔡英文的大嫂 证明什么 证明张祥慧作为蔡英文这么贴身的人 他知道蔡英文会收嘛 对不对如果今天 今天如果有钱 很大的一笔现金送到家里面给我老婆 我老婆会直接退欸 因为她知道我不会收这种钱 对不对 除非是什么 除非是我认识的人 而且没有任何的对价关系或者条件 但是像这种两千万是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 任何人拿的手会发抖的 那为什么张祥慧收了呢 为什么张祥慧还送到这个蔡英文家给她大嫂收了呢 为什么大嫂还收了呢 而且过了好一段时间才退呢 如果按照今天对付郑文灿的方法 这个不就直接抓起来了吗 我们再往下看一切都算他好运 为什么 因为总统选上了 所以没事 我们再往下看了啊 蔡英文呢 的这个 这件事情检方牵挟全身而退 那今年的1月19号 检调搜索林锡山办公室的时候 眼尖的检调人员在抽屉里面 搜到一张充满暗语的纸条 横生生横昌江董 本身先师会给你方法 以及谢谢但要退回的字迹 检方怀疑林锡山令设不法 签分了另外一个案子追查 检方抽丝剥茧之后 查出这个纸条是林锡山政治现金 给蔡英文的铁证 而林锡山的心腹陈亮银 曾经在检方征讯法庭积押亭上 三度爆料送钱的来龙去脉 各位想想看 这是林锡山一笔钱 其他的管道呢 这一笔钱就两千万 而且是cash cash cash 因为很重要讲三遍 只有这一张cash吗 只有只有这笔钱吗 所以柯文哲你太逊了 619万还两次选举 你的行情真的太差 我们再往下看 这陈亮银说 此条是依照林锡山指示用电脑擅打的 我忘记正确的时间 大约是在2015年底 林突然拿2000万给我 说要把钱给蔡主席 他解释说上面的江董是谁 指的是江松化1000万元 本身的一是指林锡山个人1000万元 来大家注意一下2015年什么时候 年底 蔡英文提名要选2016年的总统选举 选前大概一个月 所以这段时间密切的 人情的请托的政治现金的 all end 基于情谊的不求回报的 各种各样的钱都会到候选人身上 尤其是那会当选的人 你看 林锡山是国民党的 彰化的大佬 国民党的立法院的秘书长 竟然把这笔钱1000万 跟申衡昌是一个好像是免税商店的老板 2000万就这样送给蔡英文 那讲的 好 再来 指条中林锡山助蔡英文成功 还讲到月中旬会遇到凡事 到时先师再会给你方法 你看 蔡英文对这个东西是非常迷信的一个人 对不对 才会听罗智政跑去官邸 跟他讲了一大堆什么 这个大师说你这样 大师说你那样 好 万人不知道先师是谁 那大家也就不说了 好 另外好奇的是说 简方问完2000万的政治现金之后 对于先师的案情关联 不打就没有在追问先师是谁 至于林锡山拿钱给蔡英文到底有什么目的 陈亮已经说 他们认识很久 所以呢 这是一笔政治现金 希望对台湾有点改变 对不起啊 这一种方法呢 为什么今天检调当时就不去查 看看那个前后林锡山是不是曾经有过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事情 这个先师或者是这个升恒昌 有没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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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有求于蔡英文 或者蔡英文在那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诶 大小孩哪有差那么多 为什么不去找关联性呢 全身而退 再往下看 为了达成使命陈亮 已经把纸条跟2000万塞进了运动型的行李箱 行李袋 2000万是多少钱啊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一生没有看过2000万 看到我大概会口吐排目 跟那个犯进重局一样会抽筋啊 好 那么他早上的关键人物 居然是前年中旬出了重大车祸 消失在政坛的小英首席幕僚张祥慧 什么首席幕僚 就他的女朋友嘛 他的这个手帕交嘛 那么陈亮银说 他就是把这个贷钱送到张祥慧家 张祥慧那时候还在昏迷状况 他还送到张祥慧家表示什么 张祥慧跟他的妈妈都非常知道 他跟蔡英文的这段关系 政坛上的人都知道 也知道这是蔡英文最相信的一个人 好 最后解释了 张祥慧是谁 这个在媒体上消邪陌生的名字 却是蔡英文一路走来最重要的新妇 现年51岁 那个时候2016年51岁 现在59岁快阿嬷了 张女4岁跟着父母到香港读书 这个人是蔡英文的女朋友嘛 这全部人都知道 还有人看过她们穿情侣装 还有呢 洪耀福就一天到晚听 蔡英文抱怨她们两个情侣吵架 三更半夜打给洪耀福 那么 这里面不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吗 政治现金在选举前后 有个一千万很稀奇吗 两千万 你看cash两千万 所以陈佩琪这两次选举前后 有个619万cash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比较奇怪的是 陈佩琪你会不会不说实话呢 如果你第一时间讲实话 我一定挺你 我相信这是真的 选举前后 三十万五十万二十万一百万两百万 这种on级经过夫人的管道进到家里的 六百万太少了啦 这不是选总统的格局啦 你看看 一个立法院秘书长一千万 升恒昌的老板 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企业 就是免税商店的老板一千万 那请问你 其他人呢 其他人呢 再者 这两千万送过去 又送到了这个张祥会的家 张祥会又转给了蔡大嫂 蔡英文的大嫂 蔡英文的大嫂再转给蔡英文 后来退了 因为两千万实在多了一点 坦白说 第二个 这个林锡山是国民党籍的 蔡英文收下来恐怕有后遗症 如果这是两百万呢 蔡英文会不会收呢 如果这里面恐怕没有那么多的对价关系 或者没有那么多的索求 蔡英文会不会收呢 问题就出在这里嘛 所以 我希望简调哦 用同样的方法去查一查蔡英文吧 2016年到现在 还没有过司法的这个追溯期 要不要用对郑文燦的方法 对柯文哲的方法 一以贯之啊 这才是法治的社会 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因为我一直想要做一个让人怀念的天上的星星 就算我觉得明星就永远让人怀念就好了嘛 最漂亮的时候就让人家怀念嘛 我唱歌也不可能有年轻的时候唱的好啊 对不对 那我干嘛要出来让人家看呢 中秋节除了吃柚子 还有多种水果礼盒可以选购 特别严选了各种进口水果组合 例如来自香脆甜爽的纽西兰 爱飞苹果搭配香甜的葡萄 特价只要999元 或者是来自加州的血蜜桃加葡萄组 也只要1099元 无论是送礼还是自用 都非常实用 现在满2000免印费 详情请上1450购物网 我听到你 你都很冷静 在夜晚 我看你 在夜晚 你都不断 你永远迫 但 我听到你 嘴里 你都很傻 I see you're why you're growing more and more I never told you but I love you And I know that you are getting older but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The way you hold my hand The way you lift me up your shoulder Tell me I could fly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The way you braid my hair The way you hold me close Tell me it's gonna be okay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I heard you have been And I know you got the way you're growing also And I know you got the way you're growing now And I don't know what you're getting there 這是我們五年伴來的承諾 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走到兩份關鍵的文件 這幾天我已經報了一些小料 說我們擊落了敵機 就在最近的一個星期 我們擊落兩架敵機 那就有觀眾朋友問我說 殘骸呢 好 來 今天我拿出這個擊落兩架敵機的殘骸 首先第一個 就是張詠惠 這個混蛋法官 張進八千塊錢 罵了一個混蛋法官 所指涉的就是這個張詠惠 那麼他呢 就是論文不存在之訴 用這個瞞天過海的手法 偷渡了連元龍的那個草紙 那個手稿 手稿跟論文差的十萬八千里 一本合格的論文 要有論文編號 就英國倫敦政經學院來講 因為我親自去看 還拍一下影像 還交給了台北地檢署跟台北地方法院 所以你說你不搬第一 你好歹看過嘛 對不對 竟然荒唐到這樣子 我親自跑去倫敦政經學院 拍下了畫面還有照片 那你還不相信 裡面至少要有版權頁 還有呢 至少他呢 要有論文編號 還有 全部都是單面印刷 沒有人雙面印刷 還有 全部都是向左靠齊 因為那個時候 還沒有那麼棒的技術 可以一下向左 一下向右 一下兩邊對齊 我就跟你講這麼清楚了 那你就要這麼混蛋 我也是在沒辦法 好 來 我們來看看 張永慧呢 是不是跟猶大一樣 在雞叫的時候呢 跑到外面去 就上吊自殺了 或者是 跟彼得一樣 痛哭 我不知道 但是 確實這則新聞告訴我們什麼 他好不容易考上司法官 但是 他幹不下去了 他不幹了 來 我們看這則新聞 這則新聞是什麼時候呢 好 就是 張靖啊 在法官混蛋的那個庭判決的當天 好 我們來看看這則新聞 北院認為張靖言行太超過 已經傷害了司法形象跟機關聲譽 預先調取便捷時候的停訊錄音帶錄影存證 待隔月 就是12月23號更一審判決彭文哲敗訴後 北院隨即呢 告發了這個 北院隨即啊 就是 也跟著 就向台北地檢署告發了張靖 涉犯侮辱依法執行公務員罪嫌 張永慧後來也告了公然侮辱 結果 張永慧呢 的這個案子進到台北地檢署裡面 這個張靖拒絕認錯 他說求人得人 意思就是什麼 我罵這個混蛋法官 我就是罵得好 這種人有個字 對不對 司法改革交給他所領軍的司法改革黨 不會相差太遠了 我覺得目標是很正確的 而且有個字 台北地檢署去年8月起訴張靖涉犯的前兩項罪嫌 那麼張靖自詩40年來擔任 40年前就擔任法官了 他直呼啊 這個審理他的刑案法官 年輕法官 不要急著結案 結果這個案子他要傳訊證人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個報導 張永慧日前已辭去法官職務 來 這是這個新聞中講的 這新聞 東森新聞好幾台都有談到這個部分 張永慧已經辭去了法官 急落敵機一架 接下來第二架敵機呢 是什麼時候急落的 就在最近 好 這個呢 也不是新聞報導 這個更有公信力 是什麼 民國113年9月6號 民事陳報終止委任狀 上面蓋的章是民國113年9月13號 然後發文給我們大概就在這一兩天 好 狀別民事陳報終止委任狀 然後暗號跟谷別台北地方法院113年眾訴更一審 第四號 心股 這個心是一個日 一個一斤兩斤的斤 陳報人 黃欣欣律師及被告訴訟代理人 高欣慈律師 理律法律事務所 台北市中央東路四段555號 八樓 為紙接案件 陳報終止委任事 陳報人 前受委任擔任紙接案件之訴訟代理人 陳報人 就是這個案子委任終止的陳報人 就是高欣欣 黃欣慈跟高欣欣兩個 黃欣欣跟高欣慈兩個律師 自因陳報人 業宇被告Kevin John Hance 何以終止本件委任 原依民事訴訟法第74條規定 陳報本件委任關係之終止 並請軍院送達他造 一次請法院把這個東西送給我 意思就是說 黃欣欣高欣慈兩位理律律師 已經不想再當Kevin John Hance 的委任律師了 又急落敵機兩架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黃欣欣高欣慈 不願意當律師 我相信 這跟我們在節目中對他的喊話一定有關係 我相信 這跟他看了整個卷宗 我們告這個Kevin Hance 的卷 至少有個一兩百頁 我們還附上二觀書 二觀三的封面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蔡英文的論文學位是假的 而且裡面還有一大堆倫敦政經學內部的書信往來 而且我們還提出在英國行政法院判決說 Kevin Hance 把酒給到辣吧 這個部分我們通通都有 所以我相信 黃欣欣高欣慈兩個律師 良心尚存 看完以後 這個案子沒有辦法辯護 直接中止委任關係 我不相信這是其他的原因 錢給的不夠嗎 我不相信 對不對 而且你說錢給的不夠 那為什麼一審在法庭的時候他又出席了 而且法庭出席的時候 坦白講我們那次交鋒 我發現他們兩個回應得非常的微弱 我相信他們心裡面知道 這是回應的這個答辯的方法非常的微弱 如果今天是我的話 我明明知道這個蔡英文真的是真博士 那我的辯護一定會非常強硬 對不對 我說哪有 他就是真博士啊 我親眼看見他的論文 看見他的這個證書 我還查證百分之百真實 我哪有害Dennis Dennis活該倒楣應該槍斃 如果今天我是李律 替Kevin Hanks辯護的律師 而認為Kevin Hanks是對的 蔡英文是真博士 那我一定強硬的說要求 我們沒有錯 所以我沒有任何理由 我還回頭反告Dennis彭誣告 這才是正常人嗎 對不對 我說 就跟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辭職了 這是我們擊落另外一家飛機啊 她呢 是曾經在倫敦政經學包庇過蔡英文的人 因為那個書一千多封信都已經出來了嘛 結果我們送了一本二觀書到她桌上 送到哥倫比亞大學的高層通通收到了 如果今天我是哥倫比亞大學校長 Minosh Shafik 我覺得 欸開玩笑 蔡英文就曾博士啊 你們在胡說什麼 我一定覺得我受入了 我不但不會悄悄的辭職 我還會站出來反擊你 我告你Dennis彭 對不對 我用倫敦政經學院前院長 哥倫比亞大學校長這種位分 對付你一個小教授 彭文正 Dennis彭 戳戳有餘啊 我一定出手告你 告到你在那個 舊金山漁人碼頭當遊民 沒有欸 低調異常的辭掉了工作 就在我把二觀三寄到她桌上 跟哥倫比亞大學董事會的桌上的 兩個星期一天不差 辭掉了哥大的校長 你說高欣慈黃欣欣這兩個律師 為什麼要解任跟Kevin Hance 的為任關係 各位猜吧 又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刻 我要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話語 今天要分享的是 在以賽亞書的三章十一節 惡人誘惑了 他必遭災難 因為要照自己所所做的受報應 祝大家平安喜樂 有個愉快的夜晚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明天見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留言 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